大家好,我是雲浪 若要你現在從大聯盟中選出一名最好的投手時 你心目中的人選會是誰呢? 我相信每個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 然而,放遠最近5年來最好的投手 除了家喻戶朽的王牌Gary Cole 名單中一定都會保有那個男人的位置 自從2018年斬鬥王牌身手後 扣除縮水賽季 每一年都穩定吃下180局以上的局數 著名的球威也讓他每年都能拿下200次以上的三陣 連續6年都擔任球隊的開幕戰先發 隨著他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解決了每一位打者 球隊也在這段時間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 而他也成為這波紅色大軍的重要領頭羊之一 丞翰全勝時期的薛神跟D-DRA相提並論 憑大聯盟傳奇紀錄的連續十次三陣 他就是費城人的傳奇Aaron Nola Nola 可說是基於 Cole Hamels, Cliff Lee, Roy Holiday後的費城王牌 也在2022年季末簽了一份為期七年價值1.72億美元的合約返回費城人隊 這份合約也註定了Nola終身費城人的命運 那他的大聯盟成績單究竟是多麼耀眼呢? 首先要知道,在現今的投手生態 要投得好且保持健康無疑是極大的挑戰 大聯盟常常看到那種在投手秋閃耀幾年 卻因為傷勢而成為了三流投手 甚至是一輩子飽受傷痛,連出賽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來回顧Nola的生涯 他的傷病史絕對會讓你大受震驚 你敢相信他上一次傷病史已經要追溯回2017年5月了嗎? 當時他因背部不適離開輪值約一個月 但是在那之後,Nola基本上就是不動的輪值 扣除縮水賽季,年年出場數都超過32場 從2018年至2024年7月3日 Nola總共累積了192場先發出賽 是這段期間最多者 再來,他總共投了1173局 同樣也是這段期間最多者 甚至比第二名多了整整60局 至於WAR累積了27.3 是投手全聯盟排名第三 像他這樣能穩定出賽的王牌投手 在大聯盟是多麼屈指可數 Nola並沒有頂快的速球 最快球速不超過97Mi 平常比賽速球均速大概也只有9394 甚至有歷年下滑的跡象 然而靠著私縫線、升卡、曲球等球種交互使用 加上本身優異的控球 往往能將球送到打著打不到的位置 達成顯著的壓制效果 再來最重要的是大比賽的抗壓性 Nola絕對是這兩年費成人可以在季後賽走遠的關鍵人物 她在去年外卡分區系列賽分別封鎖了馬鈴魚跟勇士 國年冠軍賽更是對響尾蛇交出6局50分的高品質內容 那種冷靜且有載智力的表現 正是許多奪冠球隊真正看中的價值 然而其實在Nola小時候 就常常想像自己在如此大舞台投球 究竟她精彩的生涯是如何開始的呢 就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吧 Nola出生於路易斯安娜州的巴吞魯日 小時候因為看了哥哥錦標賽 對棒球的熱情油然而生 兄弟倆從小就一起培養著他們的棒球潛力 而她的哥哥正是日後效力教室隊的Astin-Nola 宇宙教室的主戰捕手之一 Nola小時候常常一邊看著鏡子中的自己 一邊模仿投手球上投手的撫養動作 她的父親將這種動作描述為奇怪的旋轉 原來Nola正在進行她的投球動作 盯著想像中的球手 手裡拿著一顆想像中的球 想像自己在世界大賽第七場比賽中投球 而這位傳奇或許也就是在這時候 就開始她的榜牌傳奇之旅了 高中時她開始為巴吞魯日的天主教高中打球 然而她高中的賽季並沒有很順遂 首先因為身高暴漲導致Nola的背部硬力性骨折 一年級賽季甚至直接報銷 三年級時又因為善氣而缺賽一個月 但在那年的季後賽回歸 並幫助天主教隊進入了周決賽 然而撇除這些較為嚴重的傷勢 Nola的高中生涯可圈可點 取得了21勝2敗的戰績 在152局投球中更是送出了高達214次三陣 在高四那年被路易斯安納州體育作家協會 授予棒球先生的稱號 以表彰該州的頂尖球員 而高中畢業後Nola投入了大聯盟選秀 2011年選秀中的投手實在是人才輩出 像是第一輪第一順位的Gary Cole 第三順位的Trevor Bauer 還有像Sony Greg 以及一路的漁王Jose Fernandez也在其中 那這年Nola的選秀表現究竟如何呢 結果是被多倫多藍鳥隊以第二十二輪選中 他顯然對這個結果沒有很滿意 於是放棄了加盟藍鳥隊 選擇就讀路易斯安納州立大學 跟他哥哥阿斯廷一起打大學賽季 在大學經過三年的磨練 Nola除了精進自己的球技 也讓大家看見了他的成熟 其中他的投手教練更是讚賞Nola的調適力十分驚人 若前一場比賽被對面狠狠修理 他都能馬上更改投球戰略 在下一場比賽展現展示力 而正是一場又一場的磨練 他成為備受矚目的大五星秀 2014年他再次投入了大聯盟選秀 這一次他被廢城廢城人以第一輪第七順位選中 而這也是他大聯盟之旅的開端 來到廢城 Nola沒有辜負外界對他的期待 短短半個在季就升上了2A 再加上那時的廢城人多以培育性能為目的 很快的Nola就在隔年季中被拉上了大聯盟 並於2015年7月21日迎來生涯初登板 主頭光芒六局只被打出5支安打 只被擊出一發陽春彈失掉1分 精彩好投 可惜當天球隊打線熄火 中場以0比1輸球 而在賽季最後他也累積了6勝2敗 防禦率3.59的成績 證明22歲的自己已經能站穩大聯盟的舞台了 經過半年的磨練 Nola在2016年登上大聯盟開季名單 在前兩個月他表現得非常出色 三陣能力顯著提升 防禦率和FIP均為2.88 後者更是在同期位居聯盟前時 然而從6月開始他經歷了一段低潮期 他的成績大幅下滑 另外一個說法是Nola其實在6月後就受到傷兵困擾 他8月時被列入傷兵名單 經檢查他的齒骨附屬韌帶和驅擊鍵都有輕微損傷 隨後接受了PRP注射治療導致整劑報銷 2018年 可謂是Nola大將之風崛起的一年 那年他攪出了17勝600 212.1局的投球中防禦率僅2.37 並攪出了WAR值9.7的鬼神成績為全聯盟第一 在國延賽亞獎票選中獲得第三名 其他兩名分別是兩位神仙 Degren跟Mesherser 而在那之後就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 Nola持續作為球隊最穩定的王牌 連續6年都擔任球隊的開幕戰先發 雖然在21年及23年都有狀況不穩的現象 然而他還是能以沉穩的個性 去克服一切的難關 從當年的新星成為了一代強頭 雖然今年Nola並未擔任球隊開幕賽的先發 終止了連續6年開幕賽先發的紀錄 他依舊是球隊中重要的王牌之一 截至2024年7月3日 他攪出了9勝4敗 ERA3.43 而在6月24日對老虎7局11分的好投後 Nola拿下了自己生涯的第99勝 百勝可謂是指日可待 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帶領球隊繼續走向季後賽的旅程 今年的費城究竟是否能得罐呢? 就看看Nola及他的隊友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吧